參加無特兒比賽 參加無特兒比賽 可以說是晉身娛樂圈的最佳捷徑之一 好像藝人阮驚天、鄭元昌、白鷹惠 以及徐堂都是無特兒出身 這日他們更為無特兒比賽 擔任嘉賓主持人 而出席的藝人亦多不勝數 包括有楊錦華、張小燕、楊宗偉等等 而最近阮驚天的女朋友許惠寧 就被拍了跟公司的私底約會 更指小天對此非常憤怒 不過這日小天的回應 又不是傳聞中所說很生氣 而遠驚天的好拍檔楊錦華 同樣成為傳媒的焦點 因為有傳早前同劇合作的溫聲豪 在訪問中已無腦批評楊錦華 但是事後又澄清兼發短訊 跟楊錦華解釋 對於這件事 楊錦華似乎不多願意提起 因為要唸書在對溫聲豪之前 就是比較普遍的一些報道 那你自己可不可以 沒關係了 對我覺得 昨天有訪問溫聲豪 還有說他第一時間還有傳訊 你沒有收到嗎 沒關係這些我覺得都是 對 完成了巡迴舞台劇演出之後 鄭元昌又再次投入工作了 不過這位偶像劇天王過足戲癮之後 開始向著新的目標進發 就是部好拍檔林醫神的後塵 進軍樂壇 其實歌唱的部分 從我出道到現在一直都有 還蠻用心在準備當中的 那戲劇的部分呢 現在是有在裸手 戲劇的部分的話 可能等到年底才會有更確切的答案 那歌唱的部分有 跟一層講一下 還是想說要合唱 兩個在合唱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有很多很多機會 至於最近官司前身的楊宗偉 今天就放下所有包袱 擔任表演嘉賓獻唱多首歌曲 還會跟20多位無特兒再歌再舞 而無特兒公司老闆 更親自為他打造歌衣 更讚他好有甜質成為Model 沒有沒有 不敢啦 因為我覺得Model有太多的專業 然後我覺得我看 這次也會跟20位名模互動 我剛剛看還有昨天彩票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的厲害 所以跟他們互動會覺得害羞嗎 第一次這樣的場合 難免會很緊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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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好了 一點點